2月8号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,加拿大将在2月22号之前撤出CF-18战机,停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ISIS目标的空袭。与此同时,加拿大将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培训工作。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,加拿大将撤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执行轰炸任务的6架CF-18战斗机,但将把派驻当地的军事培训人员增加两倍。 加拿大现有69名军人在那里提供培训。另外,加拿大在当地参加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军人人数也将从现在的600人增加至830人。 特鲁多表示,这些军人的任务仍将属于非战斗性质。 与此同时,加拿大的两架CP-140极光侦察机和一架CC-150北极星空中加油机仍将留住原地。 在人道援助方面,在今后三年中,加拿大将对当地提供超过10亿加元的援助资金,其中8.4亿加元用于人道援助,2.7亿加元用于协助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工作。 特鲁多还表示,解决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危机还需要政治解决途径。 加拿大的众议院将在本月16日复会,特鲁多说,政府将把新的政策提交议会辩论,并将进行投票表决。 与此同时,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,大多数加拿大人不同意总理特鲁多把CF-18战斗机撤出盟国的空袭行动。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说,根据一项在上月27日至31日期间的民意调查,当被问及加拿大应该在打击ISIS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时, 37%的人表示,自由党政府应该把加拿大在当地的轰炸和培训任务维持在现有水平,26%的人希望看到政府提高空袭和培训的力度。 在被调查的人当中,只有27%的人同意特鲁多的做法,停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袭,加强对当地军队的培训。 另外,有11%的人希望加拿大完全停止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。 将近64%的人认为伊斯兰国ISIS的危险在不断增大,从而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继续对ISIS的目标进行轰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